棒打红教头 林冲受到陷害,被发配苍州,来到苍州界内。 林冲和两个差人走进一家酒店准备吃饭。 店主人见林冲带着家,就指点他去找小旋风柴进, 说他经常帮助刘沛的犯人。 林冲几人来到了柴进的家,柴进一见是林冲高兴的联盟师里,说道, 酒温教头大名,有失远迎。 他吩咐仆人赶紧杀妻在阳,准备万宴,好好招待林冲。 我是个犯人,吃些粗茶淡饭就行。 请官人不要这么客气。 这时,一个缠着头巾的汉子挺着胸脯走了进来。 这位是我装上的枪棒教头,洪教头。 林冲连忙站起来失礼,洪教头却脖子一扬,傲气十足地不理睬林冲。 这位是林教头。 林冲又向洪教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洪教头撇了撇嘴,还是不还礼。 大官人,为什么要后代一个犯人呢? 林教头曾经统领八十万禁军,你不可以这么无礼。 洪教头冷笑了两声。 有的犯人就喜欢冒充教头,骗吃骗喝。 如果他敢和我比试比试,我就承认他是真教头。 林冲连说,不敢。 洪教头一听就更傲慢了。 洪教头来到院子里,拿起一根棒子耍了一阵,然后冲着林冲大喊。 来来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林教头就和洪教头比试比试吧,我也想看看两位的本事。 有好戏快乐。 大家都围了过来。 洪教头恨不得一棒就将林冲打倒。 他提着棒子压压叫着冲了过来。 洪教头大喝一声撞向林冲。 林冲后退了一步。 洪教头一棒落空, 他一个酿枪,差点摔个狗啃泥。 这下,洪教头可气坏了。 他举起木棒,照着林冲的头就要打下去。 林冲看着洪教头虽然来势汹汹, 可是脚步却已经乱了。 于是,他把木棒支在地上, 身子一转,接着顺势一抡。 木棒就狠狠地打在了洪教头的小腿上。 哎哟,哎哟。 洪教头疼得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大家见此情景都哈哈大笑起来。 洪教头羞得满脸通红,灰溜溜地离开了。